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7月13日通报,香港新增52宗新冠肺炎确诊个案,包括11宗输入个案,其余41宗是本地确诊个案,这中间有20宗源头不明,香港累计确诊个案增至1521宗,新增本地个案涉及多个群组,地点涵盖养老院和餐厅,包括港泰护老中心再增3宗个案,上环据点方典型店相关联的3人确诊, 已有几名员工确诊的屯门建容饭堂,其餐厅老板也确诊,由唐大本型确诊的一名沙沙化妆品店员工,其家人也确诊,一名7月5日到西九龙捐血站捐血的市民也确诊新冠肺炎,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军表示,当日确诊数是近日来新高,政府或将公布收紧防疫的措施。 张竹军谈到,香港多宗新冠肺炎个案通过餐厅传播,他呼吁市民尽量少和别人进行非必要的接触,切断疫情传播链。 真的比较有下方法就是社交距离,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哪一个是一个隐性的患者,所以大家都要做足防护套施,大家尽量少出街,少和别人接触,非必要的接触。 香港贸易发展局当日宣布,因为疫情增多的原因,原定7月15日开幕的香港书展和同期举行的香港运动消限博览, 香港教育及职业博览以及香港创业日活动等都会延期举行,持有效门票人士可以申请退票。 香港赛马会表示有会员确诊,曾到访的山光道体育综合大楼已关闭消毒,赛马会宣布押后原定于7月21日恢复的六合彩角株。 此外受年轻人追捧的2020年香港动漫节,原定于7月24日至27日在会展举行,主办方于当日表示将重新检视安排,考虑延期活动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